对,我是不明白 有什么问题的话,面对面解决好了 你这样避开的话,那个问题不会自己解决的 我们没有问题,也没有什么好解决的 你说什么? 你没有问题,我以前没有问题 难道说我有问题了? 你不是很希望我们两个分手的吗? 是,我是很想你们分手 因为你们分手的话,就表示我有机会了 我会很开心的 我是这位开销面记住,你满意了吧? 你跟我过来 你干什么? 有什么事情,你跟我一起说 不要什么事情都通过 不要把我摆在你们两个人中间 什么事情都为你们烦 什么事情都为你们负责的 爱一个人,必须去付出,去包容 去让对方快乐 哪怕倒是换回来的,是一场空 也是值得的 是的 我承认我来澳洲,完全是为了你 不过我想让你知道 在韦杰接上你让我认识的时候 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只不过 韦杰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要不是她先认识你,她先喜欢你 我早就追求你了 你最要好的朋友 你最要好 付出我 我当然不知道 你今天想换回来 你最要好的朋友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哪怕是一分钟一秒钟 我也会很开心的 你别傻了 我是不会爱你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爱我的 我只想照顾你 小双 小双 不如我们结婚吧 你说什么 只要我们结婚 韦杰就会死心 他就不会再找你了 不 我不能为了韦杰这样对你 这对日很不公平的 那你为了自己的病 而逃避韦杰 对自己就公平吗 可是我只是当你是好朋友 我们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你是不会爱我的 因为你的心 早就在韦杰那里 我所要求的是 做一对挂名的夫妻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我只希望 你能让我照顾你 就当我是在求你吧 你让我完成 我无意的心 答应我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送你 我到底是不忍惑你 我一定会用你的 我一定会的 在求你 我一定会用你的 你去不忍惑你 那么需要